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画中奇迹》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梵高星夜,天空的旋律缤纷 二,达力,记忆的坚固,软绵绵的时间观念 三,卡拉瓦乔,梅杜莎之盾,恐怖与美的交织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梵高星夜,天空的旋律缤纷 各位亲爱的艺术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位耳朵有点不完整 但画笔却一场完美的大师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 特别是他的那幅让人无法忽视 夜空中星星闪烁的杰作,星夜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梵高活在今天 他可能会是个Instagram的超级网红 每天发布的《今晚星空》和《我又创作了》的标签会刷爆你的动态 但不幸的是,他生活在没有WiFi的19世纪 所以他只能用画布和油彩来分享他的夜空 星夜,这幅画创作于1889年 当时,梵高住在法国南部的圣雷米的精神病院里 这幅画布仅仅是夜空的描绘 它是梵高内心世界的映射 是他对宇宙、生命和艺术的深刻思考 当你仔细观察这幅画 你会发现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似乎在旋转 彷彿是一首视觉上的交响乐 每一笔都是音符 合在一起奏出了一曲天空的旋律 梵高的笔触狂野而有力 颜色鲜艳而富有对比 蓝色和黄色的对比 不仅仅让人联想到夜与日的对立 也让人想到梵高那时的心境 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这幅画的风格如此独特 以至于它成为了后印象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有趣的是 梵高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他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受欢迎 但他没有放弃 继续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如今 星夜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和最受喜爱的画作之一 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艺术界 甚至渗透到了流星文化和大众媒体中 所以 下次当你在夜晚抬头仰望星空时 不妨想一想 也许在某个平行宇宙中 梵高正在用他的画笔捕捉住你所看到的这片星空 并且 在他的画布上为我们留下了一首永恒的天空之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达力记忆的坚固 软绵绵的时间观念 各位亲爱的艺术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萨尔瓦多 达力的那幅让人既困惑又着迷的画作 记忆的坚固 一场梦境中的瑜伽课让时间的概念柔软的可以随意扭曲和伸展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那极致著名的软绵绵的时钟 这些时钟 它们不是挂在墙上滴答滴答走 而是像过期的乳酪一样 懒洋洋的锤挂在树枝上 或者无力的搭在一个怪异的立方体上 这些时钟 它们的时间流逝似乎被一个隐形的遥控器按下了慢动作键 让人不禁想问 达力先生 您的时钟 电池 是不是该换了 达力这幅画作的灵感来 想象一下 这位大师在吃晚餐时 看住桌上的乳酪慢慢失去形状 突然灵光一闪 啊哈 时间也可以是软绵绵的 于是 他拿起画笔 创造了这幅让时间变得可触摸 可融化的经典画作 画中的其他元素也值得一提 那个闭住眼睛的怪异脸孔 据说是达力自己的侧脸 看起来像是在沉睡或者沉思 这或许 在告诉我们 即使是艺术家本人 也无法完全掌握时间的奥秘 而那片荒凉的景象 可能是在暗示时间的流逝 对于自然界的无情影响 记忆的坚固 不仅是对时间的一种幻想 它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质疑 达力用他的画笔 将时间的概念 从我们的手腕上解放出来 让他在画布上自由飘荡 这幅画提醒我们 时间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固定不变 而是一种流动的 可塑的 甚至是有点滑稽的东西 所以 下次当你看住手腕上的手表 感觉时间 在紧迫地追逼住你时 不妨想想达力的软绵面的时钟 也许你会对时间的流逝 有一种全新的 更加轻松的理解 毕竟 如果时间可以是软绵绵的 那么 我们的日程安排 也可以有点弹性 对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卡拉瓦乔梅杜莎之盾 恐怖与美的交织 啊 卡拉瓦乔 Karovaggio 那位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的坏孩子 他的画作 梅杜莎之盾 Medusa 是一幅令人既惊恐又着迷的杰作 这幅画作于1597年左右完成 现收藏于佛罗伦萨的乌非资美书馆 卡拉瓦乔 以其戏剧性的光影 对比和生动的现实主义文明 而 梅杜莎之盾 则是 他对恐怖与美交织的完美诠释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梅杜莎之位可怜的女士 在希腊神话中 梅杜莎是三个蛇发女妖之一 她的目光能将人实化 然而 在卡拉瓦乔的画作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斩首的梅杜莎 她的头颅被固定在一个盾牌上 这个形象是根据普尔修斯 Perseus的故事来的 她用盾牌上的反射来避免直视梅杜莎 从而成功地将她斩首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古代的战士 你的盾牌上有一个恐怖的女士 头颅 这可是古代版的心理战 你的敌人 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逃跑 或者被这几人的艺术品迷住 忘了战斗 卡拉瓦乔的梅杜莎之盾 不仅是一个强大的象征 也是一个极端的自拍 是的 你莫听错 卡拉瓦乔将自己的脸孔化成了梅杜莎 这是一种自我投射 也许是对她自己 内心恐惧和混乱的一种表达 这幅画的美 在于她的生动性和情感强度 梅杜莎的眼睛充满了恐惧和震惊 好像她自己也无法相信自己的命运 她的舌发似乎在盾牌上蠕动 增加了一种不安的动感 卡拉瓦乔使用了 她擅长的光影技巧 使梅杜莎的脸孔从黑暗中浮现 创造了一种戏剧性的效果 让观者感到既害怕又无法抗拒 总之 卡拉瓦乔的梅杜莎之盾 是一幅复杂的作品 它挑战了我们对恐怖和美的传统认知 这幅画不仅展示了卡拉瓦乔的艺术天赋 也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恐怖的事物 也可能蕴含住一种奇异的美 而且 如果你打算用这幅画来装饰你的客厅 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客人 不太愿意长时间凝视墙上的艺术品 除非他们也是艺术史上的冒险家 所以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聊了三幅不同的艺术作品 从范高的星夜 到达力的记忆的坚固 在道卡拉瓦乔的梅杜莎之盾 每一幅画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意义 这些画作不仅是艺术家的创作 更是他们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画作来理解 他们的思想和情感 而在艺术中 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 这是美妙之处 它可以触动人们的情感 引起他们的思考和讨论 所以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对这三幅画做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如何理解这些作品 所传达的意义和情感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这些艺术作品的奥秘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